当你卸载了迷你事件,你知道卸载后的迷你事件是什么样的吗? 好家伙,我都已经把迷你事件卸载了,怎么还能知道卸载后的迷你事件长什么样? 难道你睡着之后,还能看到自己睡着的样子吗? 诶,可别说,今天我就找到了一个方法,能看到被卸载之后的迷你事件。 我手里的是一个能假装把游戏卸载贴的道具,只要记住这个道具,就可以让游戏进程误以为自己已经没有玩家卸载。 先来看看,现在还是正常的迷你事件,能正常挖掘破坏方块,使用伪装卸载道具后,我们就进入了游戏被卸载之后的状态。 现在我们不仅破坏不了方块,连背包也被屏障方块占满了,因为游戏认为我们已经把它卸载了,所以这个世界已经检测不到我们的存在,各种玩家权限都失效了。 不过我们却还可以在迷你事件里正常行动,不仅有个鱼村,先去鱼村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变化。 来了老爹 等等,鱼村里怎么有野人,这个野人竟然还在这里看荒种田,怎么回事? 老爷老爷,一个迷你的村民们不是死对头吗? 怎么还来这里帮村民们种田,这是什么情况? 没有永远的丁热,只有永远的面包 什么意思? 最多玩这个存档的人把游戏卸载了,这个世界再没有玩家了,我们野人已经失业了。 这不,只好来村民家里找点活干,打打杂,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得了生活的样子。 原来是这样,游戏被卸载后,专门欺负玩家的野人找不到玩家欺负,只能来干鼓励了。 我只能说干鼓励好,多重重田,充鼓励,野人加油。 再去看看村民,我们把游戏卸载后,迷你世界的村民们会做什么呢? 我去,看样子村民们过得还不错嘛,就像用来打鱼晒网的下子,都换成麻将装了。 来得正好,三圈一,你打不打牌啊? 这个我不会,话说你们不去打鱼干活,还在这里打牌,就不怕被迷你官方发现扣你们工资嘛。 嗨,玩家都把这个游戏卸载了,我们也可以退休了,还在有预装什么,干脆打打牌,听听歌,想想服我。 哇塞,迷你最幸福的人就是你们了吧,玩家把游戏卸载了,你们就可以直接退休进去打牌。 好家伙,正能忍,待会儿我就解除伪装状态,把游戏吓回来,好让你们体现一下社会的险恶。 等等,那边什么时候聚集了这么多海盗船啊? 不好,海盗要来进攻游村了,大家快躲起来啊。 臭海盗,你都对手是我。 奇怪,这海盗怎么不打人了,不主动攻击我,还把东西都给我,难道你不是来打进游村的吗? 打劫?现在还打什么劫? 可坏人只是我的人设,谁也喜欢打打杀杀呀。 反正玩家都卸载游戏了,我也就不需要再也换人了呗。 来,这些都是我的财宝,你随便拿去花,不用客气。 看样子,发财了。 好家伙,平常看到我就往死里下狠手,现在游戏被卸载后,海盗就变成一个到处发钱的大善人。 我这你们之间都是在演我呢。 不过假装把游戏卸载后,居然赚了这么多好宝贝,不亏不亏。 小号外卖,这样的迷你世界你们喜欢吗?